嗨 嗨 大家好 歡迎回來 我是Fanny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是怎麼學會長蹄花蛇的 我是一個天生就不會打蛇的人 打蛇就是這個 舌頭很快的在你口腔裡面震動 那它就會發出很像打鼓的聲音 那我那時候要學的時候 看了一些影片跟文章 大部分都是在說 學習西班牙文會使用到這個發音方式 比較少是在說強迪這個語氣 所以想說這次就來分享了我的心得 那我那時候其實練了大概兩個禮拜吧 那一開始一直用大家說的那種方式 我是得了 一直得了 得了 得了 整天都在得了 得了了很久很久 有時候會突然有一點點 像是的了這樣子 你會覺得喔自己好像快練成功了 但是再試下一次的時候 又是得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就突然真的會了 那每一個人需要練習的時間長度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天生就會 有的人兩三天 那我的話我覺得算很久 兩個禮拜 那時候是真的一直 一直這樣子練 到了我終於可以 的時候 我發現震動的時間沒辦法很長 然後自己又再慢慢的思考摸索 要怎麼樣讓它可以更長 那我發現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放鬆 舌頭 所以現在雖然說還沒有到非常的放鬆的程度 但至少我覺得不會到很短 像是 而且打蛇那時候 舌頭真的超癢的 那打蛇假如 你花了時間學會之後 那現在就是要想辦法 把它運用在牆壁上 吹出我們的花蛇 這個我那時候也是還蠻氣寧的 因為練了還蠻久的 像我一開始放上去的時候 其實根本就沒有聲音 因為打蛇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東西 我會比較專心在打蛇上面 所以就變成我根本沒有在吹長笛 我只有打蛇 但是重點是要把吹長笛跟打蛇 這兩件事情合併在一起 然後先練習 你用長笛的嘴型 打蛇 長笛的嘴型 可以看之前拍的那部影片 我會把它貼在資訊卡 你稍微練習一下 你的嘴型跟打蛇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要記得要吹氣喔 因為打蛇好像 氣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往前送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氣在裡面而已 所以你要有一個 用的很多很多氣的感覺 我現在還是有時候會成功 有時候會失敗 但是我把我的心得跟感想 分享給你們 那現在來試試看 我們用花舌 來吹一些基本的長音啊 或是比較短的音階練習 你看這吹出來的聲音有多奇怪 花舌這個技巧就是很強 運用在現代的長笛曲子中 聽起來比較特別特殊的感覺 會讓人家覺得很新奇 我知道我剛剛吹的花舌 其實沒有到非常好 但是這隻目前我可以做到最好的程度 當然我之後還是會再繼續的保持練習 那假如說 你有一些吹花舌的小技巧 也可以分享給我知道 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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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